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這裡是大理街132-9號 這裡是唐部文化園區 這裡是唐部文化園區B倉 這裡可以是哈姆雷特復仇的皇宮 這裡可以是等待果陀之地 這裡是櫻桃園 這裡填滿想像思考淚水與幻想 這裡是萬座小劇場 1987年台灣首作國際級的藝文表演場館 國家兩庭院成立 那它提供了台灣表演藝術街 一個殿堂級的演出空間 那後續又有台中歌劇院跟魏武營 2011年水源劇場 他們開始推動了所謂的 長銷式的演出計劃 團隊在這過程當中 開始擁有一個非常正規正式的劇場 然後再接下來我們要延長 我們的創作的氣程 然後再來這兩種模式成熟之後 我們要開啟第三種模式 場館有沒有辦法跟團隊共生 其實是在歐陸的表演藝術團隊 跟場館相互共生依存的 其實已經不在少數了 譬如說我們可能到德國的時候 我們就會想要去拜訪Shopruna 我們到烏帕塔的時候 我們就會看Pinnabouch舞團 那台灣有沒有可能 有一天有一個場館跟一個團隊 跟一種風格結合在一起 那這就是我們接下來要做的事情 今天看到這個小劇場 從一個公寓開始 到現在到這個地方 如果沒有勇敢沒有勇氣 他不可能承擔這麼大的 一個集團的開始 他們所作所為 不只是對小劇場 他關心的是這個社區 關心的是整個藝文界 他的使命感 自己要增下去還要幫助別人 增加不起 所以讓我們看到很多的希望在 我想這一場雨 就有點像是小劇場 這過去這世幾年來的努力 可能遇到困境 不斷不斷的有這樣的大雨 可是我相信即使有大雨 小劇場還是會有它的光的力量 即使今天的這樣 兩百個座位的小劇場 依然可以發揮萬作的能量 小劇場決定要嘗試成為台灣第一個 和場館共生的團隊 除了一定比例的外珠之外 我們也希望建立小劇場獨特的文學實驗 社區共融 國際連結三大塊 然後我們要建立我們獨特的場館風格 其實就像是我們附近的龍三寺一樣 雖然他主寺觀世音菩薩 可是他也有可以拜拜月老 也可以拜拜林水夫人 等等等等 所以以後未來來這裡 可能會看到小劇場 也會看到我們其他的 藝文團隊的好朋友 希望萬作小劇場的成立 可以開創台灣表演藝術營運的一種新方案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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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